我们独家告诉你 有民众买跳跳糖的 这个包装居然多了一层 这里面那一层的包装 居然是一个 好像这个番茄酱的一个酱包 结果发现了 这个酱料包打开还是跳跳糖 怎么回事 是不是整个包装被污染了 一起来看 滚到 接近下去 觉得是番茄酱的举手 不可能 小朋友七嘴八舌 看到糖果很兴奋 但才要打开 却是满脸疑惑 因为明明是 棒棒糖的跳跳糖沾粉 怎么打开包装 却变成了番茄酱的外包装 那到底是糖果还是番茄酱 番茄酱 摇摇看 哦 是那个糖果啦 是糖果 太夸张 真的太夸张了 民众看了实在也觉得很傻眼 到底是跳跳糖还是番茄酱 把包装打开 不止连两包都有番茄酱的样式 甚至其中一包 还是素食店的番茄酱 再拿出素食店的包装一笔 明显看得出来 logo上的线条 颜色都不一样 看来似乎跳跳糖用的是 素食店番茄酱的旧包装 摇一摇番茄酱包装 明明就是跳跳糖 民众八月初 就是到台北科教馆的便利超商 卖了好几包跳跳糖 但包装落差这么大 店员也傻眼 为什么是这样 没有遇到过 你再给你换一包好不好 我们这个留下我拿给糖 但你换一包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里面是这样 到投诉民众当初购买的店里 实际买一包打开看看 番茄酱的包装全没了 看起来包装全换了 但跳跳糖包装怎么会出差错 让民众和店家全都不灑灑 中文杨士区黄树人台北 采访不到